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最近大陆导演沃尔善的新片 《风神》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招歌风云票房火爆 传闻还拿了一个威尼斯的什么电影节奖 不是威尼斯电影节奖 是威尼斯的一个什么电影节奖 电影我是这个周末刚看过 视觉效果确实不错 沃尔善是很善于驾驭大场面的导演 片中不少战争场面 以及帝都昭歌的雄旗宏伟 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镜头流畅 节奏感很好 抛开是否尊重援助 或者是历史史实 切不谈 作为一部神话玄幻大片 确实是可圈可点 影片的出品方北京文化 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叫做万中波 是个非常非常神秘低调的资本大鳄 我就竟然全网没搜到一张他的照片 但是很多年前的北京城 有一家和天上人间齐名的夜总会 叫做花都夜总会 万中波正是花都的幕后老板 那么他是怎么摇身一变 就成了影视圈幕后的大鳄的呢 在制片方放出的风神 在威尼斯林奖的新闻图片中 我们看到代表出品方和导演乌尔善 同台领奖的这位女士 名叫罗珊珊 稍微了解一些大陆娱乐圈 内幕的朋友可能知道 很多年前有一部热门的电视剧 叫做金粉世家 大概是2003年那个 主演是陈坤 董洁 刘亦菲 里面有个女配角 四小姐金道之 而饰演四小姐的这名女演员的名字 就叫做罗珊珊 一个十八线小明星 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 大制作背后的制片方的呢 这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讲一讲的江湖往事 据这个大陆的媒体报道 9月4号 风神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斩获了一个名为 最佳类型片艺术贡献奖的奖 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报道里面 赫然就写着 第八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给人感觉是风神拿到了威尼斯大奖 大陆的企业最喜欢玩这种 似是而非蹭热度的把戏 是前段时间确实是威尼斯电影节 刚刚结束 但是注意一下宣传海报上 这个电影节的英文名字是 Filming Italy Best Movie Award 直译就是意大利最佳电影节 2023 这是一个 就是说这也是一个 在威尼斯举办的野鸡电影节 目的无非是也要蹭人家正牌的 威尼斯电影节的知名度罢了 这个野鸡电影不是威尼斯电影节 所以风神拿到的也就是这么一个野鸡奖 而且在9月9号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的官网上 你确实也找不到风神的名字 说白了制片方就是趁着威尼斯电影节举行的这个档口 花钱买一个野鸡奖 然后出口转内销回去吹吹牛 再多拿点票房 为了好宣传嘛 这种事很常见嘛 就像很多人跑去国外的野鸡大学买一个博士文品回来 吹牛是一个道理 但是乌尔善也算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 你们这么搞好意思嘛 但是咱们今天的关注点不在这儿 而是和乌尔善一起跑去领奖的这位女制片人罗珊珊 罗珊珊此前先有耳闻 没听说过 不过这次在威尼斯 她却是非常高调 在官方放出的各种宣传的资料中 她频频和乌尔善和费祥一同现身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风神的女主角 但这次她却是一笔演员更有实权的联合制片人的名义出现的 那么这个罗珊珊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2003年她曾在 刚说过在电视剧这个金粉世家里面 演过一个兴奋不多的一个配角 2005年她成功在《午夜阳光》里面 当上了女一号和钟翰良合作 她最后一部参演的作品是2013年的《火线追凶2》 再之后作为演员的罗珊珊 便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中 十年之后 罗珊珊却以风神的联合出品人兼制片人的身份 华丽回归 但奇怪的是 在风神的第一出品方 北京文化的高层管理层的这个名单里面 你却根本找不到罗珊珊的名字 那么她和北京文化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从风神剧组威尼斯之行 罗珊珊备受尊崇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身份的确不一般 那么消失在娱乐圈十年的她 到底经历了一番怎样的际遇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名叫万中波的牛人 万中波是谁 万中波是一个被称为超级牛散的资本大鳄 这个牛散就是最牛散户的意思 股市的最牛散户 它尽管是个散户 但是万中波的资本版图却极其庞大 这是我在这个专业网站上查到的相关信息 你看啊 万中波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多达几十只 包括开源教育 东北证券 亚太集团 广盛有色 北方稀土 什么南宁唐业 中良唐业 中国稀土 一堆 它的持股数量从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 单只股票的市值从几千万到几个亿不等 单单是一个亚太集团你看就持有将近五亿的股票在手里面 而且它还是好几家大公司最大的前十名的个人股东之一 可见万中波这个超级牛散和资本大鳄的江湖名头 绝非浪得虚名 风神榜三部曲的投资号称是三十个亿 看来以万牛散的实力是吧 拿出三十个亿 小菜一碟 再强调一次 这位大鳄极其神秘 没有百科 网上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图片 您要是有本事能找到 提供给我看看 它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风神的出品方北京文化的股东名单上 它是一个彻彻底底隐身在幕后的一个叫做建筑 实际掌控的很多公司 但是它人不知道你都看不见它是谁 但是它虽然隐身在北京文化的背后 但它才是真正掌控北京文化的幕后老板 而罗珊珊之所以地位如此尊崇 因为它就是万中波的老婆 虽然神秘 但在资本圈里面不少人都知道万中波的另一个知名的身份 它是曾经与天上人间齐名的花都夜总会的幕后大老板 2010年的5月 一则消息震撼京城 天上人间名门夜宴 凯复国际和花都夜总会 这四家高档夜总会 因为存在色情陪侍 以及消防安全等等问题 被警方责令停业整顿6个月 花都夜总会创办于1998年 虽然税务登记显示万中波只占花都20%多的股份 但据知情人士说 夜总会基本上全部是他出的钱 万中波如何发的财 无人知晓 但确实是从花都之后 他的名字才在江湖上流传开了 花都夜总会位于北京三元桥的钟旅大厦 被人称为北京的红墨坊 去过法国巴黎红墨坊的朋友都知道 里面有很多色情表演 虽不如天上人间知名 但也是名动精华的一处风月场所 据说其他的夜总会的小姐不过数百 但是花都有上千名漂亮的小姐 可供挑选 选美如点菜 足见其奢华 当时每晚的这个营业的流水高达数十万 二十多年前 这个每晚数十万 这个收入是天文数字 正是因为花都 让万中波的财富翻了好几倍 足足赚了这个低筒金 2010年天上人间 关门歇业 从此成为这个市井口中 津津乐道的江湖传闻 但是2011年初 花都却又重新开张了 依然是小姐如云 生意红火 看起来万老板的后台确实很牛 但到转过年来的2012年 中共的高层政治格局发生了大变化 习近平上台 江曾势力全面消退 这年的7月 万中波突然从花都的股东名单上退了出去 之所以退出 是因为万中波得到了消息 京城风向有变 上面要整治这些声名狼藉的风月场所了 而且一旦被抓到涉皇 相关人员就会被刑事调查 万中波当然不能够冒这个险 果然一年半之后的2013年 北京花都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关门歇业 花都往事便彻底烟消云散 经过花都之后呢 万中波万老板学会了一件事 就是最好啊 藏身在幕后做一个隐形老板 台前那些风头让别人出好了 少了麻烦呢 也是在这一年她遇见了罗珊珊 好 那么在继续咱们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要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黑身饮品 普瑞汤 选宝黑身 做自媒体呢其实很辛苦 每天都要找很多的选题 看大量的材料 还要写稿 录制 剪辑 其实是一件非常费心力和费脑子的工作 所以我每天早起都会习惯先喝一杯 选宝黑身 因为是这个人参饮品了 所以口感有些苦 所以我会先冲半杯蜂蜜水 早起就是您这样 喜欢喝甜的呢您可以多放一点蜂蜜 如果不喜欢呢可以少放一点 先拿小半杯温热的这个开水 把蜂蜜先冲开了 打开非常简单 然后搅拌一下 那么不怕苦的朋友呢 您直接喝就好了 选宝黑身是一款来自美国普瑞糖的产品 使用韩国优质高利身为原料 最大的特点是真正的经过韩国古法 叫九争九铺之后制成的 所以里面很多人参的精华元素 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有朋友担心说服用高利身会不会上火 但是选宝黑身绝对不会 注意那些用脑过度的朋友 还有睡眠不好的朋友 压力大经常精力不集中的朋友 容易脱发的呀 平血的呀 消化不良的朋友 还些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我非常推荐您试一试这个 选宝黑身啊 我自己一般的是每天喝一包 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每天早晚各一包 这一盒里面有20包 也就是10天的量 一盒是168美金 一个月差不多2到3盒 这笔钱我觉得是花的非常值得的 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开开心心 生活最大的保障嘛 前段时间我出去度假 真心感到健康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吃不好睡不好玩不好 人生的很多乐趣都没有了 再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选宝黑身 推荐给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专属网站购买 注意只要输入我给观众朋友们 申请的专属折扣码 JGY2023 JG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 这个网址我放到今天 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 好我要去做节目了 都说几句啊 这款饮品的品质确实非常不错 我也买给了我们家的亲人 老人使用 我自己也在用 说到的反馈都非常的好 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 良心保健品的品牌 另外呢 普瑞唐还有植物鱼油 也非常不错 推荐您也可以试一试啊 好继续咱们今天故事啊 花都夜总会关门的那一年 也是罗珊珊最后出没于娱乐圈的时间 那年她主演的火线追凶2 播出之后 罗珊珊就彻底隐退 关于罗珊珊的年龄是个谜 我们在百度百科上 我看到她写的是1983年生人 但在维基百科上 却写的是1974年 这差了十年呢 女演员喜欢改年龄 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很多人都改上 但是这前后差了整整十岁 这就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啊 罗珊珊从中系毕业之后 没有留在内地发展 而是去了新加坡 1999年 她和新加坡一哥 李明顺李南兴 以及陈松林等人 合作了聚集天蝎行动 让罗珊珊在新加坡小有名气 之后呢 罗珊珊重返内地娱乐圈 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 她改了自己的年龄 从2002年开始 她陆续拍了不少电视剧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出演金粉世家 才算是混了个脸熟 2008年之后呢 罗珊珊就开始 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到2013年便彻底消失 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 她遇见了万中波万老板 至于两个人是何时相遇的 怎么走到一起的 恋爱过程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结的婚等等 这些细节完全无从得知 从网上仅仅有一篇介绍 罗珊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这样一段有这么一句描述 说退出娱乐圈之后 罗珊珊嫁给了一位身家英时的 温领富商 浙江温领富商 低调地过着 阔太太的生活 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但是这段话 在原先的报道中是有的 这段话后来就改成了 说嫁给一个身家英时的 温领富商 这一句被改成了 罗珊珊的老公是一名富商 但是要知道 万中波的老家正是浙江温领 温领人 那么根据这些点滴的信息 我们可以基本拼凑出 罗珊珊和万中波的婚姻生活 2010年的前后 30岁左右的罗珊珊 嫁给了资本大鳄万中波 2013年 华都叶总会被吊销执照 不亦张扬 于是便索性彻底退出了娱乐圈 不过终究还是个演员出身 所以罗珊珊有这个演员的情节 还是想演电影 还是想演戏 想做电影 于是手握大把钞票的老公万中波 就为妻子物色了一家影视公司 北京文化 这几年在大陆的娱乐圈里面 北京文化风头是一时无两 它是战狼2的发行方 战狼250多亿票房 一直是称霸中国票房榜第一名 它是战狼2的发行方 而且参与投资了后来的 我不是要神 无名之辈 还是流浪地球的主要制片方之一 你看多厉害 这鸭宝鸭的全是爆款 北京文化的董事长 是原王健林首富旗下万达影视的总经理宋哥 跟这首富干过那就是不一样 眼力一流 投资的都是主旋律大片或者是爆款 难怪是稳赚不赔 2013年宋哥加盟北京文化 在他的带领下 接二连三的参与了好几部爆款电影的投资发行 成为影视圈里皮黑马 突然2019年的10月15号 北京文化发布了一则 买地公告 宣布将斥资8.4亿 收购东方山水度假村 所拥有的18.7万平方米的山地 要买一块山地 要将其打造成密云国际电影小镇 业界大惊 甚至连深交所都坐不住了 因为北京文化在深交所上市的 赶紧发了封问询问 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无论从商业逻辑还是投资角度来看 这笔生意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当时北京文化的董事长宋哥 正面临着财务造假的指控 正在接受调查 而且公司的资金相当的不充裕 却突然在这个时候 要花8个亿买一块山地 你们想干什么 而北京文化自己的解释是说 买地是为了打造旅游产业 但是你想 这种工程耗费很多钱 而且回报周期长 很容易拖垮公司的现金流 随后媒体发现 东方山水度假村的拥有者 正是万中波 宋哥的这8个亿 很可能是一场万中波 在幕后操控的资本局 尽管各界是一律重重 但是万中波这块东方山水的地皮 最终还是被北京文化给买了下来 而且其中有5个亿 是从银行贷的款 而这5个亿中的4个亿 又是通过风神电影项目公司 辗转打给了万中波名下的控股公司 名义是建造电影拍摄的基地 电影城 地后来买下来了 但是直到今年的9月份 这块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开发 就没有动 地就买了就放哪了 风神的外景地是在恒电拍的 没有在那拍 当时决定买地的时候 北京文化向投资者展示了一份 制作精美的PPT 介绍命云电影小镇 将来的未来的前景 以及风神三部曲的宏伟蓝图 但直到现在 电影小镇还只是停留在PPT上 难怪有业界人士吐槽 说花了8个亿买了个PPT 为了还上购买东方山水的 这笔购地款 北京文化将风神三部曲的股份 作价6个亿 卖给了一家叫做西藏惠普华的公司 但据有心人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这个西藏惠普华 实际也是万中波在后面控制的公司 其控股股东墨加栋和万中波的名字 共同出现在了好几家上市公司的 股东列表中 像什么金龙基电 开源教育 保胜股份 菲亚达等等 他俩都是重要的个人股东 所以这个墨加栋 其实就是万中波的代理人之一 但是无论是八个亿买地皮 还是出让电影股份 对北京文化这家上市公司而言 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 在经过这一系列 令人不解的迷之操作之后 北京文化乃至风神三部曲 都成了万中波的囊中之物 是一场资本局 所以这笔操作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引万中波入局吗 但是如此煞费苦心 下了一盘大棋的万中波 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给他自己的老婆 罗珊珊重回影视圈铺路吗 好 下面把时间 我们退回到2021年的10月25号 位于望京的北京文化的一间会议室内 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几股不同的势力正在角逐公司 新一届的董事会的席位 鲜少露面的董事长宋哥 主持了今天的股东大会 一番嚼力之后 最后的投票结果出炉 非独立董事会成员为 严雪峰 严金 杜阳 李莉 郭庆盛 薛丽 同时北京文化发布公告 李莉批立了立 李莉当选董事长 现在的董事长依然是他 而据美日经济新闻报道 李莉正是万中波的代理人 又是万中波的人 所以2021年北京文化的这场 董事会的成员选举 其实是万中波在背后操控的一场局 原董事长宋哥退到幕后 李莉走到台前 而北京文化正式被万老板收入囊中 注意一下电影《风神》一开始的 制片方的名戏 头两个人就是李莉宋哥 除了这两位 这次万老板把他的爱妻 罗珊珊也送到了前台 罗珊珊现在的身份是 北京文化旗下全资子公司 北京摩天伦文化传媒公司的实际掌控人 而摩天伦也是风神的出品方之一 所以罗珊珊才凭借这个联合出品人的身份 在威尼斯风光了一把 而北京摩天伦文化最早正是宋哥创办的公司 一起带进了北京文化 成了北京文化下面的旗下的子公司 正好拱手送给幕后老板万中波的夫人 这马屁拍的是非常到位 也算是各得其所 反正听得有点晕是吧 各种资本操作 我找这些资料 我自己写的时候我都晕 这个万老板和宋哥是怎么相识的 无从得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宋哥在2013年 加盟北京文化之后 就开始为万老板入主公司 开始布局了 他很早就开始盯上了北京文化了 2014年北京文化就开始了电影《风神三部曲》的筹划 2017年的3月 北京文化表示 《风神三部曲》的总投资是30个亿 2017年投资30个亿 大家纷纷惊叹 财大就是气粗 风神第一部原计划是2019年就上映了 但是因为疫情爆发 推迟了4年 今年刚刚上映 让北京文化安心的是 这第一部的电影品质确实还不错 目前各路的风品口碑上加 再加上26亿的票房着实亮眼 为后续两部的顺利拍摄 制作打下了这个基础 不过在看了我今天节目之后 您或许会感叹说电影虽然好看 但比起北京文化和万老板 在幕后的各种资本操作 电影的精彩程度就相形见绰了 什么时候万老板能把自个儿的这些 这些经历的这些故事也改变成电影 我想可能会更加精彩 无论如何 罗珊珊凭借她老公的超能力 重回演艺圈 还上演了一出威尼斯野鸡奖的骚操作 甭管丢人与否总算是走出了国门 她的故事倒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资本大鳄 叫施建祥 上点年纪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名字 施建祥 当年高调的进军影视圈 出品了夜问三 还有这个大轰炸 就是这部大轰炸导致范冰彬的阴阳合同被曝光 引发金圈大地震 范大美人从此消失于江湖 两年后施建祥也因为涉嫌诈骗434亿 成了中共的红通要犯 仓皇逃亡美国 2021年10月被美国政府拘捕 现在关键了 说这段往事没别的意思 我想以万老板的低调谨慎 绝不会重蹈施老板的负责 再说了 罗珊珊也不是范冰冰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要特别感谢所有加入 做看云起会员团的会员朋友们 非常感谢您对我每个月一杯咖啡的支持 另外向您推荐我的会员节目大话细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市场 那些大名顶点的名字背后 精彩故事的节目 本周的做看云起团会员频道里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关于人类历史上最神奇的 大牛人达文奇的故事 期待有空的时候 您去体验一段不一样的时光 再一个我和蓝莓优品联合搞了一个 中秋的一个特别活动 您只要在蓝莓优品的网站上 购买超过70美元的商品 就能得到一个我亲笔签名的 小卡片小书签这样的一个小礼物 算是我对您的一个中秋祝福 您收到礼物之后 也可以在我的节目频道下面的评论区里面 也告诉我一事您收到我的礼物了 让我也开心一下 那么活动到9月30号就截止了 您抓紧时间 再一个愿意捐助我的频道朋友 捐款网站就在美期 节目评论区的指顶处 或者新扫描屏幕上蓝莓是可以的 好的 新闻最少点 咱们下次见